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那我們就來看說眾所矚目的拜習會 在經過了一整天之後 現在消息訊息陸陸續續地出來更多了 那到底雙方在會談裡面 有什麼樣的分歧 有什麼樣的共識 那麼雙方彼此最大的紅線又在哪裡 還有就是今天習近平在昨天 這個已經跟拜登有所過招之後 今天則是跟法國總統馬克宏 來會面 那接下來呢 他還會馬不停蹄的到泰國參加APEC 那麼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的首次出訪 行程排得這麼密集 這又意味著什麼 他的盤算又是如何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我們做解析跟觀察的是 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 董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老師您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那我們就先帶大家來看 也來關心的就是說 老師因為我們昨天都很關心 三個多小時這樣子的談話 這個時間您覺得是屬於 就是稍微長了一點 還是跟過去那四五次比較起來 其實就是說內容上 時間上 長度上 您覺得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 因為過去那四五次都是視訊嘛 那這次是首次的實體 時間上算是蠻長的 因為中方他特別有公佈說 這次是同步口譯 就是說對方 本來想說會有翻譯浪費一點時間 結果是同步口譯 以同步口譯的話 那三個多 超過三個小時 那就談了蠻長的 而且談了蠻多議題的 你從事後這個王毅的公佈 等於是說雙方 中美雙方所關心的議題 全世界的議題 地區的議題 全部都談了一輪 但是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雙方能夠見到面 拜登能夠跟習近平見到面 其實這場會議就算成功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見面三分情 現在也不是要打仗 中美雙方都不想要打仗 沒有撕破臉 站在美國的角度 美國說跟中國 該競爭的競爭 該合作的合作 盡量 盡量避免衝突 這是美國的立場 中共的立場 鬥而不破 對不對 那我是要跟你鬥 可是我沒有要跟你破裂 所以說雙方有這麼一點點 交集的地方 就可以坐下來了 緩和等於是說 讓中美之間的衝突關係 不要再惡化下去了 這一點來說是成功的 那但是在實質的議題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實質的議題裡面 達到說雙方共同同意的 只有一項 我剛剛說談了好多問題 只有一項有達到交集 雙方有得到共識 就是恢復對這個應對 這個氣候變遷的對話 跟合作只有這一項 那其他的應該是說 大家都說所謂的紅線畫紅線 那這個紅線的問題看起來 就是習近平當然就所謂的臺灣的這個議題 畫了紅線 美國也就臺灣的議題 美國也講了他的底線 也畫了他的紅線 這兩條紅線是平行的 沒有交集 各畫各的 畫完 平行的兩條紅線 平行的兩條紅線 畫完了以後 好不好 趕快去談一些其他的 他們想要談的問題 是 所以說看起來是說 就實質的議題上面 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過去兩年來 已經有前面四次的這個敗席的視訊會議 這是第五次會議 以議題來說的話 是原地踏步 還在原地踏步 就是說你把這個第五次 雙方談的問題 跟第一次跟第二次 第三 第四 談了半天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這麼難往前 中美關係這麼難往前邁進 當然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他這個應該是說 天下圍中的這個態勢 美國一直在編織這個全世界的圍中 圍起來的圍中 圍中的這個網絡 美國從來沒停過 拜登政府也沒停 然後當然我們看到了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沒有停過 而且下手越來越重 再過來就是所謂的臺灣議題 今年八月 佩洛西這個訪問臺灣 然後北京就發動的這個圍臺軍演 然後同時北京宣布了中斷 跟美國之間的所謂的八個護欄 這個護欄就八個溝通管道的機制 全部斷 那現在這一次的這個拜習會 就是試圖要來恢復這八個 等於是說護欄 那目前看到了 已經恢復一個了 就氣候變遷那個恢復了 老師那所以剛聽這樣簡單 就是我幫觀眾整理一下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拜習這兩個人 談到臺灣的議題 那您剛剛是說 幾乎就是兩條平行的紅線 所以有關於臺灣的議題上 就是說雙方仍然是各自堅持 原本之前的前四五次談的這個內容 就像在第一次的拜習會 拜登也主動的提到臺灣的議題 所以基本上兩個人 就是兩條平行的這個紅線 那而且對臺灣的觀眾來講 最關心的就是說 雙方是都不想戰爭的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風險管控 是的 是好 那麼這是有關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臺灣跟戰爭的議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今天 今天其實他跟馬克宏也碰面了 我們請導播來讓我們看一下 在昨天的拜習會之後 我們看到他今天 碰面的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那我們印象很深刻 就是前陣子德國的總理蕭茲 就是是中國二十大後第一個到中國 去訪問的歐盟的這個領導人 那麼之前就是說 馬克宏也曾提議說 要跟蕭茲一起去 但是後來蕭茲就是自己先去搶了頭箱 那今天就跟這個習近平 在巴厘島碰面 這個層次上Gipso上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蕭茲兩個都是歐盟的龍頭領袖 一個德國總理蕭茲 去了中國拜訪習近平 那另外一位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是今天跟習近平在巴厘島來碰面 這個是層次上 還有就是氛圍上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而且有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G20顧名思義 有二十個國家 十九個國家再加歐盟參加 對於說他是一個國際場合 因為各國的領導人要去那個國際場合 順道大家會個面 雙邊會一下 這個叫會外會 順便的 跟像德國這個德國的總理 是專程進行到中國去進行這種 這種國事訪問 這完全是兩回事就對了 所以說這種親疏關係 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某種程度 從這方面來看 德國跟中國的關係 是還算相當親近 應該是這麼說 跑在法國的前面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因為因為現在剛剛說連中美關係 就是說對抗的最激烈的中美關係 都可以區分得出來 不要衝突 然後該競爭就競爭 該合作就合作 雙方保持密切的這種溝通 聯絡 他是一個模式 既然美國都可以了 其他各國當然都行 所以從集團體的角度 我覺得要倒過來看 就是說有這麼多國家在那邊 都在參加那個會議 安排會外會是正常 沒有被安排的才是反常 所以說你看 就是說 那個習近平跟法國總統馬克宏 跟韓國的這個總統見面 那個都正常 倒過來 沒跟誰見面 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請教老師 大家在問說 那跟莫迪呢 跟印度的莫迪 因為我們知道中印 有一些緊張關係嘛 那現在大家都在傳說還是一個問號 老師 有三個 沒有安排會外會 而且至少我知道 英國跟日本事先都表達 希望說在藉由集團體能夠 跟習近平兩國領導人 能夠見個面談個話 但至少到今天我還沒看到 岸田可能會在APEC的場合 跟他再次碰面 是 可是那以後 之後再次在集團體就沒有 沒有日本 也沒有英國 然後更沒有印度嘛 所以說沒被排的或排不成功的 那就顯示出 老師 剛剛講的親疏遠近 有點不同 親疏遠近 就是或是說 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說 他的外交策略 他有個區別對待 是 他有在分這個策略性的區分 就對了 說他先要中國先拉攏 誰 先冷落誰 然後呢 先悶你一下 然後後面我們再來談 是 那其實相同的 因為外交每個國家都是為自己的 國家利益服務嘛 所以就算是即便 德國是跑投箱 乃至於譬如說沙烏地阿拉伯 那個連習近平都要去親自訪問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個不是說選邊站 就是說在中美之間 現在其他各國 不是一個選邊站的問題 而是說在中美的對抗中 每一個國家都在計算 自己的國家利益 然後呢 這個時候中美對抗 對每個國家都需要拉攏 那那個時候呢 我舉例來說 德國就聰明了 德國就站在中間伸手兩邊要錢 也是美國的盟友 然後呢 也跟中國呢 就是走得還蠻近的 德國是拿美國 跟中國討價還價 拿中國來跟美國討價還價 然後兩邊收錢 所以說這種 等於說 這種外交策略 兩手策略 三手策略 千手策略 那個都是正常的 都可以在這次G20 跟接下來APEC看到彼此的合縱連痕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 也是很精采 就是我們剛剛為您所整理的 就是昨天第一時間 各家媒體都還沒有爆出來 但今天大家 我們已經都把九個參與的 與會人士都整理出來 我們再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問老師說 因為我們昨天只講到說 習近平的右手邊 就是他的這個心腹中的 也是心腹丁薛祥 那另外呢 就是拜登這邊有布林肯 有蘇利文等等 那今天就是我們幾乎 九位的這個人士 我們都看到了 就是包括說在中國的部分 有華春瑩 還有外交部的副部長 馬朝旭 還有外交部北美司 就是中國外交部這邊的 楊濤等等 還有這個中國國家發改會的主任 何立峰等等 那老師您怎麼樣看這份名單 跟習近平一起上談判桌的 拜習會的人 好 我相信這份名單 會讓美國的拜登政府大吃一驚 大吃一驚 簡單的說 你看美國包括拜登 因為是九對九 那扣除兩個領導人另外八個人 以美國拜登政府來說 另外的八個人 我們都很熟悉 都是過去兩年來 拜登政府的外交部門的中國團隊 或射中問題的人 都他們嘛 對 美國沒問題 中方排出來的陣容 其實讓外界其實連我都蠻吃驚的 就是說跟美國熟悉的打交道的 第一個是那個美國國安顧問 那個蘇立文的對口不見了 楊潔篪不見了 另外還有還有另外兩個人也不見了 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 不見了 怎麼可能呢 因為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伯恩斯 室友出席的 對吧 所以說秦剛也不見了 第三個不見了 就是那個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 那個人叫樂玉成 他是今年六月被換掉 年齡還沒到就被換掉 樂玉成也跟美國人打過交道的 不見了 換來了這一批 其實除了王毅之外 我敢說是美國人都不熟悉的 譬如說 怎麼會連那個丁薛祥 中辦主任都坐在這裡 而他還是政治局常委 然後再過來 當然那個政協副主席 發改委的主任何立峰 因為他管經濟的 坐在那邊正常 然後另外兩個外交部的副部長 就剛剛說的 馬曹旭跟謝峰 他們跟美國不熟 就是說一個謝峰是 馬曹旭是二零一九年上臺的 還跟美國有打點交道 謝峰是二零二零年上臺的 因為疫情已經開始了 所以說謝峰主管對美事務副部長 可是我相信他跟美國不熟 然後部長助理 剛剛說的新聞司司長華春瑩 這個不是戰狼嗎 一天到晚在罵美國的 怎麼會坐在那裡呢 更奇特的 兩個有兩個小官 主席秘書還有北美司司長 還有副司長 我覺得外界恐怕 我相信美國拜登政府會非常注意 那個主席秘書呂陸華 這個人我們之前從沒聽過 我相信美國也沒聽過 趕快去查他的履歷 他現在的職務是中共駐歐盟的參戰 然後他前一個職位是中共駐肯亞非洲肯亞大使館的二等秘書 三流國家的二等秘書 這個人官多小 他怎麼會做 九人代表 所以我相信就這個人 他要嘛就是情治部門的人 就是說他才會 你看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 他不是那個外交系統出來的 然後埋在外交部裡面 習近平被習近平賞識的人 所以坐在那裡 我相信以這個陣容來說的話 對美國拜登政府來說 他必須對新的二十大以後的習近平 說擺出來對美國的外交團隊 要好好去研究 因為好多人都很陌生 是 非常謝謝 今天老師帶給我們非常精彩的分析 什麼我們節目現場 為我們觀察是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 老師 那像老師剛講 這份昨天拜習會 尤其是中國這裡的名單 讓大家非常的驚訝 有很多都是可能對美方來說 也不是相當熟悉的面孔 所以大家接下來就好好的來 來這個整理一下 來了解一下這個中共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新的外交思維 那接下來習近平就要到泰國 去來參加APEC會議 那麼全程我們也都會隨時的來為您做掌握 非常謝謝您的關心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